这个30岁的孩子将决定21世纪到了2013年国际政治最重要的序区 美国人在猜测他也对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小孩子的时候最喜欢的游乐场就是Disneyland 那么现在美国人就很感慨说他把世界当成他的Disneyland乐园到处乱玩 那么在本周4月11号的时候朝鲜甚至要求所有住在平壤的外交使馆撤离 他说因为我们即将发动一场热核战核子战争 热核战他用的字眼都是很强的 我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 我要攻击四个日本五大日本城市 我要直接狙击狙杀蒲警惠 那么这次是说4月11号你们外交人员必须立刻撤离 那么当他警告这句话的时候 有一度海史的国际情势认为说会不会4月12号还有发动攻击 然后4月12号又过去了 那么现在呢开始大约在等待4月15号 没有人知道还在玩什么样的游戏 那对美国来说呢 美国大致上认为他的目的不过就是巩固他内部的权利 那么平壤方面呢 他虽然相关有非常多的威胁 可是我们看到大多数 我从纽约时报Washington Post Western Journal 路透社 各方专家以及美国国会 很多军事将领 各方的基本假设都是朝鲜顶多是发射两枚导弹 而且这个导弹可能不会是无水端 因为它的问题会相当的严重 那么这是基本的假设 但是相当多的人也认为说 它可能不会发动一种自我毁灭的朝鲜拜祷冲突 但是也存在着对朝鲜拜祷局势 很可能西方仍然是误判 就像金正恩刚上台的时候 大家误判他可能把朝鲜带向开放的路上 你说我相遇 无缘又无尽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把美国和南北韩的三角关系描写得丝丝入扣 央视新闻的配乐真是太给力了 从3月15私毁停战协定到现在 金三胖完了一个月 真的 其实谁也不懂他的心 4月初北韩一天一威胁 先说要把南韩首尔美国的关岛基地烧成火海 4月4号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说 不是战争打不打的问题 而是今天打还是明天打 清明节 大家还当真了 金三胖越玩越大 4月10号点名日本 再当美国的根屁虫 朝鲜人民的无水端飞弹 就会扫平东京大阪横滨京都鸣鼓屋 日本造成都有核电厂 我们会让你发生比广岛长期更惨烈的原爆 日本是老实人经不起下 爱国者飞弹发射车 正大光明在东京街头跑 当天中午横滨市政府推特公布 北韩飞弹打过来了 福岗航管跟进 没多久 对不起 发错了 大概警报都打好了 不小心按道发送你 还好金正恩不是日本人 他玩上瘾了 11号再接再厉 宣布要热核武攻击美国心脏 热核武是啥 太先进太高端了 世界周报会介绍 连攻击路线都画好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打这么远 北韩国宝新闻大娘李春基再度出马 嘲笑美国是个阻烂的南瓜 希拉蕊是个滑稽的女人 南韩只不过是一只小老鼠而已 她的写大心 真是夠了大家都在問三胖你那五水端上上下下你到底什麼時候射飛彈 大陸網友最給力了微博最紅的帖子 叫做半島移雲之不射的秘密 將軍建議風向不對今天不射 三胖問咱是放飛彈還是放風箏啊 將軍回答飛彈沒線打出去飛哪不好說 三胖又問萬一打到釣魚台那怎麼辦 將軍回答終日肯定感激咱解決了兩國紛爭 三胖三問那待會我幹什麼呢 將軍矛了您按個按鈕咱就射了您注意看CNN 哪個國家挨得最大聲就知道咱飛彈打到哪了 白歸白 各國領袖可是都被金三胖耍得團團轉 現在是香港現在的時間 要關於大陸的狂動作為 他們所採用的狂動作為 他們所採用的狂動作為 温暴力量減少 沒有人想要一個反應 在韓國沿途 感謝阿彌陀 聯合國民主黨潘基文的身段真是柔軟 美國國務卿凱瑞韓國總統普警惠也拜託北韓 有話好好講 大家都累 可金三胖嗨得很呢 Google搜尋排行榜金正恩高居第一名 遙遙領先歐巴馬碧陽斯 開玩笑 過去十年沒這麼風光過 那裡那裡那裡那些巴黎 趕著朝鮮熱賽大叔推出新單曲 英國人傻傻分不清楚 說賽大叔跟金三胖 長得還真像 朝鮮日報分析 金正恩八歲就用假名 跟媽媽去過東京迪士尼 他喜歡米老鼠維尼熊 這次拿的核彈米奇 把全世界框成了金正恩樂園 狠話說絕玩過頭了 如果飛彈針打 美國寧可死傷百萬人 也要在56天之內毀滅北韓 如果硬是不射 將來誰還把他的話當真 不管怎樣 金正恩算玩玩了 太令人感動了 大陸忘了撂話 金三胖能射就到大街上裸奔 看衰他了 如今起舞南下 只能求老天保佑給他個下台階 別讓金三胖亂按你 大陸忘了